接下来我们就来兜个32位元的加码器 那我就用8个4位元串接 可以吧 用8个4位元串接串出32位元加码器 那所以我的输入呢 当然就是32位元的 A、B 然后呢还有进位输入 这个通常是0 那还有输出 也是32位元的 进位输出1位元就够了 那我们的线呢 这边要小心 这个进位就变成有8组 因为这8组呢 就是我们32位元每4个一组 每4个一组的时候有一个进位 所以必须要宣告8组线路来接它的进位输入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宣告 把A的4A0A1A2一直到A7 然后呢把它全部串接起来 那有了这个模组之后 我们就可以验证 但是要验证之前 我们程式必须要完整 所以我们的全加码器要进来 4位元的加码模组要进来 32位元的模组也要进来 然后才是测试程式 OK 那这个A的32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想要测试的东西 这边我写DUT 这应该是写一个变数名称 比如说你叫A32或之类 你都可以 但是DUT是输入运体的人的习惯 它通常要被测试的标的 叫做Design Unit设计单元 所以它通常他们会用这个名字 那这个A就是第一个输入 第一组输入 B是第二组输入 一开始进位是零 那这是总和的位元 这是最后的输出位元 那我就做一件事情 我让A就是六 这个多少 六千万 A是六千万 那B呢是三百七十八万九千六百二十一 OK 那我让这个两个东西呢相加 但是每个五十个耐秒呢 我会让B减掉一百万 让B减掉一百万 然后再去做相加的动作 那最后跑到五百耐秒我就停 那这时候我们会看到 它的测试结果像这样 六千万 加上三百七十八万六千九百二十一 那就是六千三百七十八万九千六百二十一 九千六百 刚刚刚讲 刚刚讲错了 一样哦 B会减一千一百万对不对 所以变成两百七十八万 那再减一百万就变一百七十八万 那这些结果都是对的 你可以看到我们故意用六千万就是让你很容易的看出来 他是对的还是错的 再减一百万就变七十八万九千六百二十一 这边就总和就变六千零七十八万九千六百二十一 再来 再减一百万它就变负的 那这时候呢其实就变成六千万加上负二十一万 三百三百七十九 那就变成五千九百七十八万九千六百二十一 那这个负的你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对 应该是对的 所以我们这样子就可以做出一个很单纯的序列式的加法器 序列式的三十二位元加法器 我们来执行一下 好 三十二位元加法器 好 那这是他的执行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六千三百七十八万九千六百二十一 这是对的 好 这个负的时候呢 五千九百七十八万九千六百二十一 好 这应该也是对的 好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 好 那这部分呢 好 就请各位仔细看一下 那后面的前瞻是净位加法器 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讲 好 这部分是补充材料 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加法器跑得更快 你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那这种方式当然电路比较复杂 也会比较难理解 但是他速度会快上四倍 你也可以让他快上个十六倍也没问题 但是你的前瞻就要前瞻十六个位元 那会很麻烦 那这个是前瞻净位加法器 写起来比我们之前的练波加法器复杂多了 好 OK 那这样子我们就看完了 这本书的第四章组合逻辑 我发现我们进度有点快 很错 那如果有太快的请告诉我们 那接下来我们才可以看算数逻辑单元 算数逻辑单元 你一定要先有个N位元加法器 我们才可以来看算数逻辑单元 好 OK 那请各位先知行一下刚刚的32位元加法器 你走到这个片段 可是这个片段 你并且线那你会像的时候 可以或者图让你和你和你很宣ホ